在可爱文化盛行的今天 每每高人气卡通人物推出周边 都会引起关注 之前日本Losom便利商店推出了巧克力口味拉拉熊包子 将包子做成拉拉熊的模样 这创意听起来就很棒 所以一上市就有不少樱花妹手刀去抢 不过很多人买到后发现 拉拉熊包子跟官方罩落差很大 有的脸皱成一团 有的五官变形 看起来不可爱 反而很好笑 11月12日 日本Losom便利商店又推出了草莓卡士达口味的小白熊包子 先来看看官方照片 白白胖胖的小白熊超级萌 让人忍不住想要咬一口Q的 小白熊包子只要200日元 价格很清明 大家当然都想买一颗长一长 顺便拍几张美照啦 但跟之前的拉拉熊包子一样 实际上网友们买到的小白熊包子也跟官方照有落差 有的五官一味 有的面不肿胀 有的眼歪嘴鞋 还有一些问题不大 但总感觉怪怪的 这一脸不爽的小白熊包子 跟想象中的小可爱完全不一样 这只小白熊经历了什么 头顶上怎么会有包 只是想要一颗可爱的小白熊包子而已 现实跟想象差距太大啦 再来看看包子的内馅 草莓卡士达口味应该很好吃 但现在感觉没什么食欲呢 不过也有网友买到了完美的小白熊包子 这一颗就长相很正常 买到可爱的小白熊包子 还是走中的小白熊包子 完全靠运气 不过包子的外形失败不会影响味道 反而更好笑阿Q的 延伸阅读 来源推特 对 Hola 看一下 黄 诶 诶